关于当年美国到底有没有登上月球,一直以来都有争议。 整体的焦点之一,月球上没有空气,美国国旗怎么会飘起来? 之二,美国那么久以前就登上月球了,为何现在却不登了? 下面,第一解答,首先,月球没空气,不代表美国国旗不会飘,国旗飘起来,并不一定是要空气,可以进行人工干预的呀。 比如现在多少街边广告部,都是这么撑起来的,旗杆是个七形状,换个思路,他们是知道月球没风,就算搞假,也不会是把旗子吹起来这么笨。 其次,太烧钱,本战时期,苏联送了卫星上天,美国为了保持平衡,马上发射宇宙飞船单人上天,但是那个时候,上一次迁是一举国之力。 上去了,在月球上也没干什么,不过是为了和苏联离较高小而已,别看这一下子,把美苏两国都弄得够强,双方的局备竞赛。 这两国经济都败得很惨,又不能在月球上搞什么武器,下去除了彰显国家技术,与国防安全和国家经济并没有是智信的帮助。 在现阶段,国际社会的局势,还没有达到飞月球不可的地步。 50年前,第一次登月球,已经让50年后很多国家都拿望其向背,所以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在登月,实在是没什么使用性。 当年,拉萨为了登上月球,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。 第一步的水晶计划,发射了很多无人飞船和战人飞船。 第二步的双子座计划,因为航空员上天使现仓外活动,扫清技术障碍。 第三步就是拉波罗一号到十号,以及土星五号重型火箭项目,主要是把宇宙飞船送入境地轨道。 大家质疑它恒大原因,是因为土星五号现在不使用,并且丢失了它的设计图。 但是现在在暗阳中,却发现了土星号的残涵。 并且我国的月球探测器探明月球上,却有当年美国登月留下的部分痕迹。 比如有陆架,太空车,所以这一点应该还是真的。 前天,月球十五号飞船,是比阿波罗十一号快低。 不过,后来却被阿波罗十一号飞船反舱了。 于是,阿波罗十一号飞船,率先实现登陆月球。 不过,月球十五号飞船,有一个方面原因最毁于登陆过程中。 在此过程中,为了避免两个飞行器相撞,苏联也向美国方面,测漏了关于月球十五号的运行轨道数据。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,也表明了在那段太空之位竞争时期,两个国家都在激励争取登陆月球。 另外,美国人还从月球上带来了珍贵的月球岩石。 只想一下,在那段冷战时期,苏联人若是发现了一丝美国人登月造假的猫腻,苏联人会不向世界公布吗? 而且,美国人也没有傻到这种程度。 在不知道登陆月球的确切情况之下,贸然在地球上模拟登陆过程,肯定会有瑕疵,绝不可能滴水不漏。 美国人难道就没想过,这些会在未来被拆穿,并丢大脸。 其次,随着各个国家宇航技术的提高,中国的嫦娥二套在月球表面,明显发现了美国人当初登月着陆的痕迹。 所以,这些表明了美国人登月是确凿的事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